接下来我们带您看看新北市淡水区淡水国小美街班的三四年级的学生 他们是到了淡水最老的重建街跟历史悠久的马街街来写生 而校方说学生们画的街景 未来将跟明传大学合作要做成动画 让艺术的表现能够更精进 新北市淡水区淡水国小美术班日前带着三四年级的学童 来到淡水最老的重建街 还有具有丰富历史的马街街进行写生活动 不过这个看似平常的写生 一旁还有大学生在指导协助 淡水国小老师表示 其实学生所画的街景将来会与明传大学合作 制作成为动画 让艺术更加进阶 那这些场景的部分就会成为动画分镜里面的背景 那小孩子他们每一个人有为自己的场景的设计的 四个表情的动画的角色跟个性 那透过大学生帮我们做融合 然后另外一个诠释的时候 我相信小孩子下次在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那个东西我去过我知道 那但是大学生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的时候 我相信小孩子会有新的发现 也会有新的角度去看待 这些不同的角色景色跟历史故事 淡水国小老师表示 这一次学童用自己在淡水街道上的角度 画出马街街与虫间街的景色 而这些街景将会成为大学生去做动画的背景 配合学童再设计活泼动画的角色 再经由明传大学进行结合 希望所呈现的画面 可以让孩子看到不同角度的作品 那再透过大朋友小朋友的共同创作 小朋友来帮我们画出我们的场景图 还包括里面的人物的角色的表情设计 那再回到我们学校 由大朋友来协助小朋友来完成我们的动画 那最后我们会起来展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动画的成品 那透过这样的合作呢 其实明传大学跟淡水国小美术班 希望能够结合在地的资源 然后能够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 让小朋友跟大朋友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作品的展出 明传大学表述这一次透过明传大学与淡水国小合作计划 设计场景与分镜概念 过程中让孩子实际的体验淡水在地的历史文化 最后由大学生结合成果 希望融合在地资源与大学生所学专长 期盼让大小朋友一起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 记者许端一 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